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的是你的朋友吗 对啊 是远代而来的旅行者 现在有外人道道齐来很不容易 是啊 现在情况特殊 不过既然来了 我们作为本地人就要好好招待 嗯 对了 你们两位之前订的烟花我也带过来了 哦 谢谢啊 每年都要麻烦你们家 先是你的爸爸 现在轮到你了 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等到长野园烟花店的下一任接班人呢 没问题的 两位现在身子骨这么硬朗 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 哎 身子这东西 确实不如以前了 以前种田挑水什么的 一点都不费劲 现在稍微干点活 就腰酸背痛的 昨天本来想把杂草除一下 结果弯下腰卷 就有点止不起来了 这样啊 没关系 交给我们吧 哎 别别别 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能让你们干活呢 我去拿点心喝茶 边吃边聊吧 没关系啦 我不是总来帮你们做家务的吗 最近是因为烟花会的事在忙 之后我还会经常来的 对我们来说是小事情了 不用客气 哎呀 你们就是懂事 不像我家那孩子 也老大不小的了 还是一个人 也总是不回家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这里还淹了点咸萝卜 你能顺便带给村那边的小葱吗 好啊 我们去去就来 跟我来吧 爷爷奶奶腿脚不利索 我们帮帮忙吧 先除草 再去送咸萝卜 咸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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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这下就差不多了 丛叔叔再村另外一边 我们过去找他吧 丛叔叔你好 最近身体怎么样 哈哈 还是老样子啊 没什么变化 你看起来 也还是那么活泼啊 嘿嘿 图大家的福嘛 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上次卖到黎月去的烟花 听说广受好评 估计之后的订单又要增加了 那你不是更辛苦了 和龙之介先生还忙得过来吗 实在吃力的话 记得叫我帮忙哦 没问题了 烟花的事情可以自己解决 对了对了 这是乡里奶奶托我给你送过来的咸萝卜 哎呀 真是谢谢 本来我以前都吃不惯咸萝卜的 尝了她的手艺可就忘不掉咯 现在都成我们家里人的习惯了 哎 家里现在都还好吗 好啊 不过偶尔也会闹闹脾气吧 掐人不就是这样吗 我觉得有亲人一直陪在身边 就算有矛盾 也比一直见不到面要好 虽然叔叔阿姨的感情很好 但孩子总是不回来也挺孤单的吧 看上去其实也不会 她们好像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了 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那我以后多来看看好了 至少有人能聊聊天什么的 就不会无聊了 好啊 干天窜的大家都希望你能多来看看呢 谢谢啦 嗯 事情都干完了 那我们回去找她们聊正事吧 不愧是年轻人哪 干事情就是利索 年轻人的精神用不完 老人见多时广 经验丰富 各有各的厉害之处嘛 说起来 今年就正好五十年了 是啊 一年一年这么过去 其实没什么明显的感觉 但一晃眼就五十年了 五十年 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嘿嘿嘿 那就要讲五十年之前 这老婆子追我的时候 在外人面前乱讲什么 明明是你发了疯的追我好不好 啊 那这一段略过去 不讲 总之 就是在那年的长野园烟花会上 我向老婆子求了婚 然后就一起过日子了 其实本来也没下定决心的 抱着有点犹豫的心态找长野园做了烟花 烟花生起来 就到那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结果声音碰碰碰碰的 烟花点亮了天空 再看她的侧脸 那眼睛啊 倒映出烟花的光 闪闪发亮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开了口 她还答应了我 五十年 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但携手走过五十年 也值得纪念一下吧 我之前不知道是五十年这么特殊的日子 早知道 应该给你们做一个特殊的豪华版的烟花 不用不用 就是以前的那种就行 每次烟花会都看 看不到才会不习惯呢 只要看了烟花 就能想起那段日子 哪怕是上了年纪 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过去有什么遗憾 他们的感情 真的很好呢 对了 我们的事先不停 萧公 你现在应该忙着办烟花会吧 到我们这里来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哦 其实是个比较难以启齿的事 我先给你们讲讲吧 说自郎 他回来了 哎 你们认识他 那是我家孩子 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啊 唉 那时候 他们一直一起玩 从小到大 无话不讲 到处跑 到处看 结果呢 有一天 突然吵了一架 吵得很厉害 我记得那时候的硕次郎 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他觉得到齐太安稳了 可是我们家那孩子家幼 从小就和我们一样 觉得安安稳稳的没什么不好 小孩子嘛 就是会因为对错而争论的很厉害 最后说自郎就一气之下 独自离开了 原来是这样 那之后 家幼虽然什么都没跟我和老婆子说 但能看出来 他很伤心 但心里的想法 又不愿和我们讲 后来 不知道是赌气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他就去了天岭凤行 很少回来了 其他的忙 我们跟家幼好好说说 他应该是会帮的 但如果是硕次郎的事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插手 没想到这么巧 我明白了 我问硕次郎他为什么回来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细讲 只说是以前犯了错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了 明明是童年挚友 现在一个是天岭凤行的人 一个在被天岭凤行通缉 没关系 既然这样的话 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会帮朔次郎想想办法的 两位也不用勉强 这件事 还是留给朔次郎和家幼自己去处理吧 嗯 要是他们的关系能和好如初就好了呢 那么多年之前的争吵 现在也应该放下了 这样就没办法了 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朔次郎吧 嗯 嗯 丫头 不好了 刚刚天岭凤行的人来过了 哎 为什么 他们这就知道了 老爹 你没事吧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你说 烟花会房子里都是烟花 不要随便进去看 免得火灾 但他们不听 就觉得朔次郎那小子藏在里面 不过幸好 朔次郎提前听到了动静 翻窗子跑掉了 天岭凤行的人没有在这里抓到他 哎 这就麻烦了 朔次郎现在应该还在犹豫不决 老爹 你看到他往哪跑了吗 我觉得天岭凤行的人一定会追上去的 对对对 名字名字 这么突然的就来抓人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佳佑 不然只是因为偷渡 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心事动众 不行啊 我耳朵不好 也没看到 你们想问方向是吧 他们出城去了 名字我没听到 唉 真的没听到 名字的话我好像听到了 我刚刚又从朋友那里拿了点矿石 送过来的时候刚好撞上 领头的那个好像就是你们说的 叫做佳佑 果然是这样 谢谢您 如果朔次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两个人见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让事情变得不可挽回 这样肯定不行 跟我来 我们沿路打听线索吧 我们沿路打听线索吧 就是他了 就是带线索吧 那个主要的费带